老師,現在可以看你自己的螢幕 在螢幕上,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我今天接好了線之後 再來,我可以到我們的右下角 我們Windows的右下角 這邊都會有一個喇叭的圖示 我們可以直接到這個喇叭的圖示,直接按右鍵 進來之後,我們會看到這裡就會有所謂的 錄音裝置跟播放裝置 會有這兩個選項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錄音裝置 點進來之後,第一個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能會有多個外接式的麥克風 如果有多個,請你選好把它設為預設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在這個地方來講 我很確定就是這個USB的錄音裝置 所以我現在點左鍵兩下 我把它開啟 我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要做什麼設定 這裡有一個等級 點一下之後 麥克風音量把它調到最大 就直接把它調到 這樣錄起來不會太大聲嗎? 這個老師就不用擔心了 因為如果學生當在聽這個教材覺得太大聲 它自己會把它喇叭關小聲一點 怕的是怎樣? 你錄得太小聲了 它調到最大聲 它還是聽不清楚 那你這個教材沒有辦法 只能重錄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我們不要重複多做工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寧願就把它調到最大聲 因為我反正錄出來太大聲 它自己調小聲就好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它調到最大 調到最大 好,那另外就是說 剛好這一個沒有 好,我選一個看看有沒有的 這個有沒有 這個沒有接所以都不會出現 好,沒關係 我的畫面剛好沒有這個項目喔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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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是第一個調整 把它調大聲一點 那老師在我簡報有看到 其實就是這樣 避免使用增量 很多的麥克風到剛剛的那個等級的標籤裡面 其實大部分都會有這個增量的選項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音量嗎? 它下面其實一般會有一個增量 老師回去調整的時候記得 這個增量呢 它是屬於數位放大的一個效果 那建議呢 不要用它 簡單來講 就直接把它調為零就好 調為零 因為它是屬於用數位放大的一個效果 所以你的聲音常會失增 甚至於會有一些那種類似於蜂名或回音的聲音 效果反而會變差 所以我們在錄製的時候呢 第一個,聲音把它調大 第二個,麥克風的增量把它關掉 把它關掉 這個是很重要的部分 這個都是我們要避免 避免導致我們要重複錄製的 那 再來呢 OK嗎? 這個記得兩個部分 一個是音量調大 麥克風的音量調大 第二個,如果有看到增量 不要用 不要用增量 OK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來講 記得這個地方一定要先選好 設定好預設 然後呢 點兩下 你就可以直接到等級的地方做調整 直接調大 直接調大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Webcam的部分有哪一些要注意 Webcam現在其實等級分很多 各位 老師會不會用那個Notebook預設的這個 內建的這個Webcam來錄製 不會 因為它可能只有不到100萬畫素的品質 錄起來就其實真的不好看 所以真的不好看 所以我會建議老師呢 就是可以有另外外接的 你可能就自己再買好一點的Webcam 那拍起來會比較漂亮 那Webcam的位置 位置 第一個位置很重要 位置很重要 在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在於這個Webcam的位置來講 我們要把我們自己的畫面錄進去 所以我們建議就是擺在你的正前方 而且高度要適合 大概就是在你眼睛的前方的位置 怎樣 沒有出去 沒有出去嗎 沒有出去嗎 先擺到它 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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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有了 OK OK 好 那我們剛剛提到其實就是 我們Webcam其實就是要擺在前面 那這個會有很大的一個效果 差異性 你如果擺的太高擺的太低 其實這個看起來等一下我們會發現 你錄起來之後你會發現 整個樣子會不好看 會不好看 所以位置要先調整好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 如果有這種有腳架的這個Webcam 會是一個比較適合的選擇 那另外呢 光源 拍照片的老師 有在做攝影的老師 或者是這個應該都很清楚 光源是決定漂不漂亮的重點 我們剛剛講 最怕的是錄完之後呢 整個臉是黑的 因為它背光 或者是像今天這個光源 我等一下錄起來應該也整個臉都是黑的 因為就沒有光源 就沒有光源 所以光源的位置呢 第一個不要背光 然後後面有一個窗戶 就先把它蓋起來 就先把它灌起來 沒有辦法 這個數位教室其實就是 學校提供給我的 沒有辦法 前面就沒有光源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帶一盞台燈 小燈就對了 反正就是打光 替自己打光 拍起來才會比較好看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你都花時間準備教材 去製作這個數位教材 大概一次就把它搞定了 花最少的時間 做出最好的效果 這才是我們要的 所以光源絕對是你的影像的部分 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很重要的角色 當然你不管是用這種 一般的webcam 或DV的攝影機 其實都可以 拍起來一定都很漂亮 一定都很漂亮 所以這大概是我們在 不能動 大概是我們在於聲音跟影像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好 那剛剛有老師還沒有安裝完成 我們大概等一下 一樣先把它再裝起來 那我會發現 我們今天不是就要 powercam嗎 怎麼會有另外一個好像 也跟powercam 不一樣的網址 不是powercam.com 這裡呢 會有一個candemic的網址 這個是powercam的公司出的一個新的平台 我帶各位老師來看一下 順便教老師怎麼下載安裝 所以 老師回去的時候呢 也可以這樣使用 所以如果說你之後家裡面的這個電腦呢 沒有 沒有這個powercam的話呢 一樣可以到這裡來下載 因為我們剛剛提過 它有90天的免費試用 那組長這邊也有50套的授權 所以有需要的老師呢 都可以跟組長申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點進來之後我們看到 它其實是一個平台 所以我們剛剛提過 我用powercam錄製之後呢 其實我可以上傳到一些平台 那如果學校有 或者是說我們有數位的學習平台 你都可以放在你自己那一門課裡面 當做教材 這當然沒有問題 如果你想做分享 上傳呢 我們剛剛提到有youtube 那另外就是這個powercam的公司呢 有一個candemic的一個平台 可以讓你去做錄製 甚至於還可以去做一些收費的機制 所以它有分享或銷售 它的金流系統都已經做好 有興趣的老師可以去看一下 你的教材如果說是有價值的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呢 你也可以去設定一個金額 來做這樣的分享也可以 也可以 那我們進來之後 我們第一個 當然重點是取得Evercam 取得Evercam這個部分 所以在中間的地方這裡就有一個download 你就直接點選download就好 跑得有點慢 儲存 看你要存在哪裡 我就直接按儲存就好 那檔案很小喔 所以其實不管是在學校或者在家裡 我想應該都很快就可以下載完成了 那這裡呢 要跟老師提到的就是說 就是Evercam耶 也不是寫Powercam喔 兩個是一樣的 Powercam目前出到6 出到6 這是它原本的版本出到6 Evercam等於是Powercam7的意思 所以它寫Evercam7 其實就是Powercam7 第7版 第7版 裡面的功能幾乎一樣 操作的概念都是一樣的 當然有一些新的 新的功能 我們等一下實際操作的時候會去講到 那另外有一個差異性在哪裡 我們來安裝看看 好我下載完成喔 我剛剛沒有改 所以應該是在電腦的下載 我已經下載兩次了 可是檔案很小我們看 它才十幾Mate而已啊 我把它刪掉好了 太多個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安裝的一個步驟 好 簡報要先關掉 PowerPoint也先把它關掉 因為它跟PowerPoint是整合在一起 好 同意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呢 我們也會提到就是說 這個版本上的差異 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差異性在哪裡 就是說 現在啊 老師買新的Notebook 因為現在Notebook也越來越便宜了 那 當你今天安裝了 Office PowerPoint之後呢 有沒有可能是安裝64位元的版本 應該 很多都是64位元的版本 所以如果說你是64位元的版本的話 以前呢 這個要下載 DONET 就按試 讓它去下載 如果你是64位元的版本的話 以前PowerPoint其實是沒辦法安裝的 如果你有裝過 曾經有裝過的話 以前PowerPoint以前的版本是沒有辦法安裝的 所以呢 到Evercam 以後如果你是64位元版本的話 就請你直接裝Evercam 它支援64位元的版本 這樣你就可以去使用這個工具 所以直接下載使用 這個DONET可能要下載久一點 可能就會下載久一點 剛剛老師可能已經有些有下載了 如果你在家裡面裝 一般比較不會遇到這個狀況 一般其實應該都已經裝好 都已經裝好 所以你可能就直接下一步就可以完成 那在這裡呢 可能就要請老師這個地方去幫我安裝 那剛剛有幾位老師其實還沒有安裝完成 我們也利用這個地方稍微休息一下 那還沒有安裝完成的老師呢 就請你先幫我安裝完成 到我們剛剛Candemic的部分 你也可以直接連到這個網站 然後直接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那我現在先把畫面還給老師 要按哪一個 切換停止 對